我們沒有道理要等陳時中20分鐘 中華民國不是說陳時中可以登記 其他人就不能登記嘛 好不好 我們同樣可以登記 我們不能走道門啊 我們不能走道門啊 人家現在在指示 你不要講話 我們不能走道門啊 那你登記啊 看什麼樣子 那你加入我們回到達頭 我們也要登記啊 這畫面都不是 要登記 你不要拿麥克風啊 我都不用擔心一點 看到有點尷尬 秦慧珠只能從旁邊的無障礙坡道 進入到台北市選委會 他刻意的在經過的時候 還大喊動算 激怒嗆陳時中 而秦慧珠本來是在支持者的 促勇之下要來登記參選 沒想到台北這個民進黨 台北市長參選人陳時中 已經是人在門口受訪 他說警方竟然要他晚20分鐘 再來登記 說這根本就是大小眼 202年九合一選舉在昨天就起燈了 在29號就起燈 而陳時中跟黃珊珊呢 是在今天31號上午登記參選 蔣萬安是預計在9月1號要來登記 面對對手的登記這一天 蔣萬安召開的競選 民意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呢 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iCo快點購 掃一下